好 我們看到現在巴黎奧運還在進行中 不過我們台灣的國手們陸陸續續已經回來了 你看到現場的畫面就是在機場的管制區 現在王麒麟已經在幫粉絲們簽名 甚至我們看到旁邊還有他的女朋友陳詩媛 也在現場一路的陪伴他 那麼您可以看到現在他們兩個人已經有一些互動 而您可以看到現在王麒麟是很貼心的 把他的這個女朋友手上的東西都接過來 兩個人現在也是手牽手走在這個機場裡面 現場是非常的閃一抵達台灣 就是跟粉絲們來放閃了 那麼其實這個陳詩媛 他今天一早4點多的時候就已經抵達到了機場 而且他還提到他非常的興奮 所以一整晚其實是都沒有睡覺的 他也說其實因為現在大家外界都敲碗說 到底兩個人什麼時候會結婚 王麒麟會不會求婚呢 所以他也提到其實非常的期待 但是還是說一切都順其自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畫面中 王麒麟現在是帶著金牌 而手是牽著陳詩媛 兩個人是一起在路上 可以看到現場有非常多的粉絲的歡叫聲 都是來幫他們來做鼓舞 那麼您可以看到現場畫面中是王麒麟之外 還包含他的搭檔李楊也已經抵達到了現場 現在也已經現身在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同樣是帶著金牌 現在兩個人都是在往前走 那麼在剛剛的時候我們看到畫面中 戴著帽子反戴的那一名女生 就是我們的小戴 戴之穎羽球一姐 剛剛也是已經抵達到現場 而且有非常多的粉絲們 都夾到歡迎 您可以看到現場 他們現在慢慢的在重管制區 稍後就會抵達到了這個路徑的地方 要來跟粉絲們一起來做訪問 以及要來跟大家來問好 以及講講這一趟的奧運 有哪一些的心得 那麼可以看到其實現場來說 我們也是一大早的時候就來這邊等待 那麼您可以看到 稍後就會發現有非常多的粉絲們 他們是製製了像是海報 還有像是所有的半板子 都希望說可以來幫他們加油打氣 而且您可以看到現場來說 在這個管制區 還有在整個路徑的大廳來講 非常多的粉絲們都已經抵達 現場來說甚至是有上百人 好 您可以看到 我們再回到畫面中 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眾 以及像是粉絲們 通通都在這邊之外 還有所有的國手們 都已經一一的抵達了 走在最前頭的就是戴鏡 您能看到現在畫面中 穿著藍色衣服 以及戴著白色的帽子 反戴的就是戴鏡 在空服員的帶領之下 現在已經緩緩的走到了門口了 好 那現場就是 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稍後有最新再繼續的帶領掌握 以上是最新消息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